明天見 明天見 哎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庭編 歡迎來到森林麵食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黃瓜排骨猩猩麵 那我們今天的食材的話呢 有大黃瓜這個煮熟軟 然後呢可以當成寶寶的finger food 可以訓練寶寶的手眼協調 跟它的咀嚼能力 然後排骨的部分呢 我們待會會用薑片來做汆燙 汆燙後呢 我們就是可以去做去骨的動作 因為骨頭對小朋友在吃的過程中 其實還蠻危險的 最後是我們的主角星星麵 那在影片開始前 請記得先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接著看下去吧 GO 首先呢 那我們黃瓜的部分先對半切 然後我們把這個籽挖掉 再把它對半切 這個大小我們都可以自己做調整 因為像這樣子當手指食物的大小 其實說差不多 接著我們準備一鍋冷水 然後把我們的排骨丟下去 接著我們再放入幾片的薑片 可以做去鮮的動作 那我們排骨撈齊後呢 那我們排骨撈齊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放旁邊冷卻 同時我們就可以先煮猩猩麵 稍作攪拌 那我們猩猩麵放下去後呢 我們接著放黃瓜 蓋上鍋蓋讓它燉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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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豬肉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就先做去骨的動作 可以直接用剪刀把朋友肉煮下來 可以直接用剪刀把朋友肉煮下來 接著我們再把剛剛去骨的豬排骨丟進去 嗯 以上是我們的食譜分享 大家都學會嗎 有任何的想法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提醒大家 我們在每週五的晚間九點 都會更新新的影片 敬請期待 掰掰 請期待 請期待